遇到明目张胆的演员是怎么样的体验 王者41颗星的排位塞 玩一局不知火舞 本来想开开心心的带球撞人 谁知道射手直接就开始了他的表演 而且正大光明连装一下都不肯的 立白竟然全焦 要不是我来肯定被司马仪揍死了 不知火舞 我觉得在法师里面是比较克制司马仪了 控制多伤害高 近身脆皮非常的难受 继续准备推掉下路防御塔 地图黑的和连坡一样 我就知道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了 而且你看白起嚣张的嘴脸 还敢主动出击 果然旁边突然出现好多抠脚大汗 也就是我跑得快 你们自求多伏了 这么不亏这么不亏 我 孙三香走位太过靠前给我抓住机会 灵性翻滚秀得呀 可惜并没有什么作用 现在我们的位置非常的尴尬 被人包围了 这时候大招的妙用就体现出来了 我跑得飞快 躲过白起和鲨鱼非常的关键 用飞镖来消耗 这时候是没有能量的 远程OB是最好的选择 一换三 这回是真的不亏了 好的观众朋友们本主要点几个想拆掉我防御塔 队友还在千里之外 这时候我们就站出来 带球撞五个 打出沉蹲的伤害 好可怕 李白跟上一套技能 超出了我的意料 好家伙 四连超烦 你敢信 这次李白打出了伤害 不科学啊 当然不知火舞也是非常给力的 嗯 直接就说了 他勾引我 他竟然敢勾引我 停在我的嘴唇 对面就不服了 卷土重来 还想强行拆掉防御塔 连坡干扰一开 防御塔变得又大又硬 加上连坡数字三连 猴哥头掉裂开了 技能全部交完 轮到我们出场 连滚带爬 完成双杀 又来了一换三 最要命的是 防御塔还健在 你找谁说你去啊 肯定带调和了吧 现在的血量 遇到司马仪 我是不敢太嚣张的 一不小心就给我low死了 还剩下孙上香 根本不慌 出来就给你秒 我们这边对射手 已经很不满意了 他的战绩我还没有翻出来 0比8 特别的坑好吧 就是没有好好玩 费了九牛爱虎之力 终于把白起送回老家 现在的情况 有点不太妙了 剩下我和鱼姬 濒临城下 看他走去上路 让我去下路清理兵线 好家伙 原地回城 你走两步都到泉水了 你回什么城啊 清理完兵线 上路高地已经被破了 兵线刚才有多少 现在就有多少 我头都要裂开了 强行把树上香扛回去 白起看到我带球装人 瑟瑟发抖 好可怕 鱼姬水晶也不守去 追这条鲨鱼 你能追得到我道理 哎呦我去 还真给他追到了 那你们知道吗 这是鱼姬第一个人头 也是最后一个 射手和编路不在 我们觉得不能错过这一次机会 请求集合 队友都说了 又不是赢不了 那你看鱼姬在干什么 挂机了你敢行 在最后的时候 连拆防御塔都不肯 我怎么就这么难受呢 司马一想走 我给他摘了下来 走哪里去啊 轻松来的秒杀 白起也扛不住我们的伤害 剩下猴哥 我已经是不能再低调了 月塔强杀 李白你真帅 孙上香双拳难敌四手 小小团面一波 我说真的 鱼姬遇到我们 你就偷着乐吧 这都能赢啊 明文出装放上面了 来玩个小游戏 输入法打出MS 是什么呢 我打出来是猫杀 视频都看完了 点赞你要亮 关注干的漂亮 我们下期再见